Hello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情书这部电影 大雪纷飞的日子 女主角都边脖子 简称小杜 就和其他亲朋好友们 来探望他的未婚夫 藤井树 简称大树 两年前 大树在爬山时 不幸遇难身亡 所以每年这时候 小杜都会跟亲朋好友 一起来祭拜大树 虽然已经过两年多了 小杜却始终没有走出伤痛 还是常想起大树的事 无法忘记往日时光 祭拜完后 小杜跟随大树母亲 来到大树家里闲谈 两人也翻起 大树的国中毕业纪念册 谈起大树的小时候 像国中时 大树一家是住在 另一座B城市 现在以前的家 已经变成大马路之类的 偶然间 小杜从B侧上 发现大树家以前的地址 忘不掉大树的他 便趁机将地址抄了起来 最后小杜就写了一封信 寄到那个没有收件人的地址 寄给已逝去的爱人 信上间断的写着 亲爱的藤井树 你好吗 我很好 没想到的是 这封信竟在阴错阳差下 被逼城市的邮差 送到另一名 以叫藤井树 简称小树的女性手上 拿到信的小树 虽然觉得莫名其妙 却也觉得蛮有趣的 就回信说 我也很好 但有些感冒了 那收到回信的小杜 就震惊不已 本该既往天堂的信件 竟然收到恢复了 怎么可能勒 虽然心中有许多疑问 可他还是很高兴 马上就寄信回去关心 甚至附上一堆感冒药 小杜也开心的 将这是告诉大树的好友 同时也是他亲人男友的阿茂 阿茂就认为 发生是有人恶作剧吧 也很担心小树的状态 都这么久了还忘不掉大树 这样不仅会让信坏掉 两人的感情也会出问题呢 不过小树不想停止这行为 明知道信不可能是大树回应的 却不想失去这脆弱的联系 对他来说 就算一种小小的救赎吧 于是他继续写信过去 分享自己的心情 只是这就让小树紧张起来 哼 这个人有病吧 所以他回信给小树 问小树到底是谁 小树则和阿茂讨论起来 阿茂认为 这个用藤井树身份自居的家伙 还问他是谁 实在很坏坏 小树却天真浪漫的说 可能真是大树的回信哦 但这怎么可能嘛 原来的地方已经变成马路了 怎么会收到回信呢 所以阿茂瞒着小树 偷记信过去问小树的身份 要他证明自己真的是藤井树 这奇怪要求 就让小树非常生气气 觉得超没礼貌 也决定不要再理会这些信件 不过他的朋友 就觉得好玩的 让他寄个卫造资料过去 证明自己的身份 也强烈要求小树不要再寄信过来 收到回应的小树 就对阿茂的行为很不满 可他也没说什么 毕竟从一开始他就知道 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总会有结束的时候 阿茂则难过的说 大树已经不在了 现在是他俩在交往耶 应该忘记大树吧 如果当初 自己比大树早一步行动 现在的情况 是不是就不同了呢 可阿茂也明白 小树真的很爱大树 不能强硬要求他忘记 便愿他不如一起去B城市 找这位藤井树一探究竟吧 于是两个人咻咻来到B城市 开始了寻找藤井树的旅程 首先来到B册上的地址 这里真的已经变成一条路 第一封本该寄到这的信 怎么会这么神奇 被同名同姓的人收到呢 然后他们在依照 小树的信件上的地址 一路找到小树家 也确认小树真的叫藤井树 实在很不可思议呢 而小树目前外出不在 很想见小树一面的两人 就决定等等看 就是等了好久都没等到 小树便写了封信放进信箱里 内容是 亲爱的藤井树小姐 为了见你一面来到这里 这封信是在你家门前所写 我所认识的藤井树是名男性 并不是你 到这后我才终于明白 他是我以前的恋人 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只不过有时会想起他 他可能在某个地方努力奋斗吧 就因如此 我才会写那封信 但我从未期望过性能寄到 打扰你真的很抱歉 为了见和他同名的你来此 却又没有勇气见你 想想 我们也只是在信上认识 因此我还是用信 在此向你说声抱歉 那会隐瞒大树的死 是因为小树认为就不太恰当 然后要这样安茂离开了 收到信的小树 则对同名同姓这事 想到了什么 于是他回信给小树 先为之前那封 证明身份信念的事道歉 请小树原谅他 再说为了弥补过失 要提供一个新情报给小树 就是啊 其实他和大树是国中同伴同学哦 小树想寻找的大树 应该就是这个人吧 接着 小树就马上去找大树母亲 跟他一起看弊册 寻找国中时的小树 小树也指着小树的照片问 自己是不是跟他长得很像 如果像的话 他就不能原谅大树 如果这是大树选择他的原因 他该怎么办呢 以前大树对他说过 是对他一见钟情 他深信不疑 可一见钟情也是有原因的 这样自己是不是一直被欺骗呢 只是他也明白 他是在记住小树而已 最后小树又寄信给小树 先为自己的亲帅机会错意道歉 再后眼皮拜托小树 分享关于大树的事情 小树也仍很好的 分享有关对大树国中时的事 只是很多 都是关于同名同姓的不好回忆 像是开学第一天 当老师点名喊出腾井术时 两人都喊了又 结果就被全班同学觉得有趣地嘲笑 在写指示声时 同学就会替两人画爱心伞 硬将他俩凑成一对 或是选图书委员时 同学们都故意偷 腾井术还腾井术的纸条 机票的干部还故意念出来 害他不禁裸泪 令他没想到的是 大树竟然跳出来攻击干部 虽然大树一句话也没说 却让他有种被保护的感觉 只是他的行为没有改变结果 两人还是变成图书委员 而大树嘛 就常摆烂不工作 老去旁边偷懒看书 小树则会偷偷盯着 靠在窗边的他 微风吹起帘子 折避他的身影 下一秒 又露出他的侧脸 小树就这样默默地看着 他的心中 又在想些什么呢 总之大树每次都不工作 老爱接一堆没人看的书 他也根本没在看 纯粹是想在借书卡上 写上陈井术这个名字 小树就很感谢小树的分享 这全是他不知道的事 也恳请小树多分享一些 还想要听得更多 小树边继续说 像是考试后 发回来的考卷发错了 他为了跟大树换回来 就在停车场等大树等到天黑 或是大树很讨人厌 美女人员 国中时也没交过女朋友 这样看的话 小树究竟是喜欢大树哪一点的 记得最深的 是大树在田径比赛前 出车祸被撞断腿 结果无法参赛 虽然被除名 他却还是在比赛当天出现 在旁边草皮上跟着跑 这就是他国中时期 最后一次田径赛 小树知道后 就拜托小树去帮忙拍下 大树跑步时的田径场 关于大树的事 就算在微不足道 他都想知道 于是小树就帮忙拍了田径场 甚至跑到学校去 把学校的样子也拍下来 他也很巧地遇到国中老师 也谈起以前的事 老师便带他去图书馆逛逛 顺便介绍学妹们给他认识 而学妹们 一听到他叫藤井树 竟莫名兴奋尖叫 一问才知道 原来学妹们 在玩一个寻找藤井树的游戏 比谁能从树里走到更多 写有藤井树的借树卡 小树则强调 这不是他写的 是同名同姓的男生写的 学妹们一听 就认为这个男生 一定很喜欢小树吧 才会写一堆他的名字 老师则想起了大树的事情 并脱口说出 会记得大树 是因为他两年前死于山难了 这就让小树震惊不已 一直以来他都以为 小树只是和大树分手而已 却没想过是如此悲伤的状况 另一边 阿猫邀请小树 再去爬一次那座山 去跟大树打个招呼 于是两人咻咻地来到山脚 不过一来 小树就反悔不想上山 不想回到那伤心地 阿猫也不强求 就叫他看看美丽的日出 并说如果有话想跟大树讲 就尽情地喊出来吧 因此小树拼命往前奔跑 冲进一片雪地中 对着远处的山不断大喊 你好吗 我很好 将所有思念统统呆喊出来 随后眼泪夺眶而出 他只能不停哭泣着 接着小树写信给小树说 当年他因为父亲过世 开学后无法去上学 某天早上大树突然来找他 将一本书交给他 拜托他帮忙归还 只是大树没说原因 将树给他后就离开了 后来他上学才知道 那天后大树就转学了 而他嘛 则将同学开玩笑 放在大树桌上的花瓶 狠狠就向地面砸碎 然后他去往图书馆 看着大树给的书 借树卡上 依然写着藤井树 随后他将书放回去 一边看着大树曾经靠着的墙壁 一边漫步离去 这些 就是他对大树的所有回忆了 小杜变回信 感谢他分享了每份回忆 并问他借树卡上 真的是大树的名字吗 最后 学妹们突然跑来找小树 并将以前大树 请他放回去的书拿出来 要他看借树卡的背面 他也才因此明白 大树可能喜欢过他吧 可能自己也喜欢过大树吧 可能 这就是他的初恋吧 那这电影虽然淡淡的 却充分表现出青涩纯爱 你有兴趣 也可以去瞧瞧 看完后我就在想 长大后 就很难再体验到纯纯的爱了 大人的世界 只有肮脏的金钱啊 所以你各位有机会的话 就勇敢去恋爱吧 至于感情有问题的话 阿肥我一律建议分手